接下來下一個是自己設計的 自己設計的 的台 自己設計的台 也是簡約風 然後邊邊也有一些線條 因為我喜歡這顆 這是海藍寶吧 對 我喜歡這顆海藍寶 然後我剛剛是看到 它那個裸實的時候 我想說 我就是要它呈現出 非常簡單的樣子 所以我那個台 我就是請那個師傅 就是做簡單的 但是從邊邊看又有一些 我覺得就像妳講的那種 有點歐式那種宮廷風的 有一點線條 我只希望我的眼睛就是 只注意到 對 只注意到 就其他的東西簡單一點 然後我只會注意到 就是這一顆這樣子 對 我是覺得這樣很好看 這個大小的水 好像桂氣十足 不是 我就覺得它瀟灑 非常瀟灑奔放 但是妳在哪裡看到的這一顆 好像也是去東南亞錄影 然後也是在寶石堆裡面 看到的 蘇果你也是敢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也是給它下手 對 落石買多少 還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幾年前 它也是三四萬 二三十年了吧 小姐的時候也太漂亮 那就賺多了啦 現在運動沒辦法帶這些東西 那就賺很多了 賺很多喔 如果它是真的 海水藍寶 廖老師 對 如果是真的海水藍寶 就賺很多了 真的喔 因為海水藍寶這幾年 非常的夯 我是已經購入都 二十幾年前的事了 那時候最低點 那菁姐你又加錯這個台子 這樣加一加多少錢 台子大概 因為這是白金的 大概兩萬吧 所以加起來也差不多 五萬左右 你的購物基金差不多在這 不會失信封 對 目前看起來 對 只是出國買東西要很清楚 我覺得它這個金銘 然後內斂 所以你應該很有錢對不對 你像你剛才講的 就透露出一個訊息 來說 人家是到珠寶店去買珠寶 是 你不是 你是直接到那個 直接到那個批發市場 你剛剛是不是這樣講 對 你不要告訴我 這個是塑膠喔 剛剛那邊有水晶了 前面有水晶 我們拔下來 讓賢老闆看一看 對 我幫你看一下 因為剛剛你有沒有聽到 廖老師講關鍵字 他說 如果是真的 平常通常講到這裡 就是廖老師 南部城有可能也會是假的 在泰國觀光的時候 你知道最大的產地 那個海水藍寶最大的產地 在什麼地方嗎 巴西 我告訴你 只要是漂亮的寶石 一定是到國際上來販售 是 那我們很大的 大而不當的 或者是顏色比較淺的 就會留在當地 騙這些觀光客 對不對 所以你說你到哪一個國家去玩 你會看到好的貨 很難 泰國會有好貨嗎 除非你是到那個 珠寶展的時候 全世界的寶石 裸石都會集中到泰國 在亞洲就會集中到泰國 這邊來販售 那你到那個地方去 還可以找到好的東西 所以你從一堆裡面 找到這一顆 沒有 他在閃我 我一眼 我就看到了 所以他也有睫毛在閃你 對 就決定一下 是Lucky在閃你呢 閃到自己 還是想家 看錯了 還是破在閃你 來喔 我們試試看 請見假 不問元 漂亮 相當漂亮 海水藍寶石 這個在十年前 還是默默無名的寶石 這兩年了 我二十幾年前 你不是有眼光 你是有手氣好嗎 我是有手氣 你有什麼眼光 他才幸運 還有手氣很好 一堆裡面剛好摸到一個 真的 還不是假的 對不對 五萬 而且呢 後續看好 真的 後續看好 好好放 對 好好放 因為我就是喜歡 欣賞它那個乾淨的感覺 這個叫要老師幫你設計一下 從小鴨可以變天鵝 已經準備好了 老師 來 那個海水藍寶 它 真的嗎 很適合菁姐 那兩位老師都是啊 都是啦 都是 對 過動體質 為什麼過動體質的人 都會喜歡海水藍寶呢 就是因為它是屬於天青色 然後也是屬於那個綠水 青山綠水 天空 你上山下海 都會喜歡這個海水藍寶 所以海水藍寶呢 就是我們一般的大眾 都會喜歡的寶石 那如果說像 這一個戒指的形狀 菁姐你戴起來 你看它的側邊 那個戴起來之後 從側邊看的時候 那個寶石就很高 很高的話就容易轉 所以有時候 你會經常戴在右手 你左手就會這樣去調整 把它戴在中間的位置 那有時候你勾到的時候 就會歪斜 那歪斜就是再一隻手 再一隻把它喬回來對不對 好 這個牽涉到 我們的人體工學 如果是像我們的手型 上面的寶石大 然後你做一個簡單的款式 變成顯得那個 寶石的那個比較大款 那你的K筋腳怎麼做呢 K筋腳我會建議 這個呢 把它做厚 讓下面這邊的重量 去平衡上面主食的重量 這個是一個平衡的效果 所以這種金工呢 你在注膜台裡面看不到 這個完全就要手工 那你做這種款式呢 K筋腳又做得窄窄的 那它一定更會歪斜 那怎麼辦呢 把腳張開 把腳張開 對 那一樣都是做厚的 對 去平衡上面的重量 然後把做兩隻腳 把腳張開 看起來地基很穩固 那我覺得很多人都可以這麼做 因為很多人 大家可能都有這麼大顆的寶石 而且莉老師 剛剛設計的那個 很好看耶 不喜歡 等一下下功了之後 馬上來做 真的喔 馬上回到 馬上很近 華視走路就到 我覺得不錯 是 來 那個等會兒 去那個 零點前 急速報到 可能不決點 真的 再來我們來看看 今天唯一的項鍊 單顆美傳 很典雅 也很亮 來 這一個我知道 也是你的心頭好對不對 這個是 美 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時候 玉芳跟 她男朋友 現在是老公 那時候媽媽還沒結婚 是男朋友 然後我們就常常出去玩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想要去斐力 買一個項鍊好了 是 對 所以我就 好亮喔 她的光芒 光澤 對 這好亮喔 一進去 坐地 馬上挑 沒有 我就 因為我們大家都 感情都滿好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好像缺一個項鍊 然後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過哪天 我們去斐力 挑一下這樣子 跟好朋友買 就不會錯 對 肯定不會錯的 對 那是有沒有指定大小 有沒有心裡面的 那個預算 至少就是一克拉以上 有這樣拉到一克拉 對 幾年前多少錢 二十幾年吧 對 二十幾年 大概 對啊 除以克拉的話 是的確價格會比較高 重點是我覺得 它的光芒 完全看不出來 二十幾年過去 我認為這個鑽石 不管說是切割 顏色 各方面還有進度 都很好 很漂亮 對 漂亮 很會挑耶 漂亮 妳是說全部五十萬嗎 是 妳拿過金馬獎沒有 快了... 應該是 對 真的 因為第一方 妳是老戲骨了 對不對 人雖然年輕 但從年輕演到現在 是 是不是 所以 然後妳演的戲都很棒 謝謝... 因為秦老闆 這個自有定論 我知道 好 不然您怎麼會 世情老闆呢 對不對 對 世人無數 對 像很多的藝人 演技如何 我是一本杖在新 真的喔 一看就明白 所以妳的戲演這麼好 然後妳又這麼省 難得又跟 給玉芳去照顧一下生意 是 妳這算是藝局 妳知道嗎 跟當藝中藝一樣 還有一樣 這是藝局 因為妳很少買這些嘛 像妳戴妳這個耳環對不對 對... 這個耳環大概是 兩百五十塊吧 兩百九喔 好可憐喔 我買過人喔 還在說真的 這一顆算是妳的大手比 我們剛剛前面都是什麼 五萬 三萬 對 這個是大手比 會不會就像秦老闆講的 妳真的是照顧朋友 照顧到底了 不會 妳覺得有信心 我們吃下吧 那個 橙色好的鑽石 它只會往上漲 因為鑽石越來越少嘛 它只會往上漲 它不會往下降 你覺得都贏過那麼多年 七八十萬跑不掉了 對 這個感情 感情往往 它會有一種替代性 是 就 你會覺得說 你的朋友 除了他 他這個幫你的忙以外 另外就是他的 各方面應該都是對的 是 是不是 還有絕對不可以欺騙你 是 當然喔 對 當然我也是這樣子 對 來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馬上要知道答案了 五十萬 見價 四十二萬元 不錯啦 不錯喔 為什麼 這就是全美賺 是 有GIA證書 然後VColor VBS 就Anyway都OK 不過唯一的就是 秦老闆這雙眼睛啊 所以實在還是得犀利一點 對... 沒看到什麼 因為報價單 大概也就是這個行情 是 四十二萬 是 那賣給你的話 要是我賣的話 六十萬 沒有 愈芳賣給你的五十萬 不是 那個愈芳還沒叫到 菲力當媳婦 對 是我自己想買 因為我跟史蒂芬也很熟 所以說啦 你看人家夫妻兩個 就比較有善心 對 真的對我很好 不是 我什麼 是選舉賺就好了 像這種賺 我在賣 就是賣六十萬 真的 那還是算 像是面帶慈善的 我就六十五 不然這樣啦 我跟你講 所以這個我等於是賺到 這個還是全美賺 東西還是很不錯 對 秦老闆還有講說 對 如果是他開價 對 大盤價 是 喜愛大尋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